中共新疆当局星期三正式对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吐赫提提出喜诉,控告他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创办并利用维吾尔在线网站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 吐赫提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温和但敢言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今年1月被从在北京的家中带走。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称掌握了吐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凿证据,已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简短的微博中没有提起那些证据的细节。 吐赫提的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在事先没有通知他和家属的情况下宣布对吐赫提提公诉。 李方平说,吐赫提可能最早在8月份出庭受审,刑期最高甚至可以是死刑。 吐赫提的妻子谷在立努尔表示,她也是昨天从新闻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古赛利努尔说,她和李方平律师计划尽早前往乌鲁木齐去见她的丈夫。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伊利哈姆吐赫提。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我们关切有报道指出,中国起诉杰出的经济学者伊利哈姆·吐赫提。 1月15日,吐赫提和至少6位学生在北京被逮捕拘留。 从那之后,我们对拘捕过程的缺乏透明度就深感关注。 以关心吐赫提并没有法律代表。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吐赫提和他的学生,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保护,并且基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之下所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权利。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 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李查森在声明中说, 决定以这种严重的罪名起诉吐赫提这样试图弥合矛盾的人显示出, 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月来退步了多少。 李查森说,中国政府看来是决心要使吐赫提这样的维族人谨声。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